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日前就遭受了暴风雪和强风的吹袭 路空交通是受阻,多半的航班是需要取消 连日受暴风雨的吹袭 莫斯科是多处有积雪,当局动员了数千人需通宵进行清理 由于风雪太大,公路能见度是极为低下 汽车难以行驶,当局在高速公路上是设置了临时的帐篷是提供热饮 雪被迫在公路滞留的民众是得到取暖 度过严寒的夜晚,俄罗斯多个地区自周二开始就持续的下暴雪以及吹起强风 气温只有摄氏的零下十几度 民众外出都穿上了后衣进行保暖 受恶劣天气的影响,莫斯科机场有数十航班的航班是需要得到取消 预料寒冷的天气最少会持续数天 在阿富汗的东部,有武装分子袭击了巴基斯坦驻当地的领事馆 造成了至少十人死亡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就承认了责任 袭击发生之后,阿富汗的部队是赶到现场 以逆藏在领事馆附近一座房屋内的枪手势进行了交火 民众慌忙的走壁 预袭的巴基斯坦领事馆是位于阿富汗东部的科格南尔省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先行在领事馆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之后,两名枪手进入附近的建筑物 试图挟持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与阿富汗的士兵是进行了交火 最终两名枪手被击毙 阿富汗的官员就指出 有七名士兵死亡,另有三名平民受伤 而巴基斯坦的领事馆人员就全部安全 法国阿尔卑斯山日前就发生了雪崩 最少有三人死亡,包括两名高中生 雪崩发生之后,当局是出动了直升机 配合搜救人员以及搜救犬 在现场是搜索失踪者 发生雪崩的山坡是位于法国接壤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 当时一个来自于里昂的学生团 在山坡上是进行滑雪 雪崩是导致了两名分别是14岁以及16岁的学生死亡 有数名获救学生,心脏是一度的停顿 而另一名死者是来自乌克兰 当局指发生雪崩的山坡并未对公众是进行正式的开放 再来回到中国方面的消息 四川成都就确诊了一宗人类感染H5N1的禽流感个案 42岁的男患者目前病情是极其的危重 专家组是正在的进行抢救 患者上个月27日是出现了发烧等症状 入院求诊 本月初病情是有所加重 即转入了成都的一间综合医院进行治疗 临床诊对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等等 化验结果对H5N1的病毒呈阳性反应 专家就认为今次的病例是属于偶发性的个案 当局已经消毒患者住所以及周边地区 58名密切接触者未有发生异常 再来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临社辅导会位于沙田的严重智障人士的宿舍 宜兴山庄职员是涉嫌虐待愿有 警方星期三晚上是拘捕了三名人士 警方以普通袭击罪是拘捕了两女一男的职员 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 涉事的临社辅导会 兴宜山庄是位于沙田 早前就有报道指出 四名职员是怀疑用牛皮胶纸贴在住院的智障人士身上 做出伤害 其后沙田警区重案组探员曾经到院设施进行调查 事发之后院方曾经发表声明 指上星期是接获职员反应 有职员怀疑对两名院友是做出欺凌的行为 经过调查后报警 而社署就表示 已要求机构是尽快救事件事提出详细的报告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隔晚美股市大跌超过2% 即月期指今早低开于500点 拖累横指低开355点 报在19578点 国企指数是低开181点 报在8312点 蓝筹股市全线向下 腾讯市低开1.4% 报135.5 中移动低开2.3% 报79.7 汇控低开2% 报55.9 而友邦低开1.9% 上海市发改委就表示 今年上海的楼市政策是需要防范 楼价是过快上涨 21世纪的经济就报道指出 上海市发改委以及房管局的代表 与业界市召开了内部的研讨会 提到对上海今年楼价持续快速上升的担忧 并特别指出 要防范楼价过快上涨 以及经济对楼市过度依赖 带来的金融风险 与会的人士就透露 在会上决策层也明确的提出 今年上海的楼市政策定调是趋景 要严格的执行限购二套房的房贷政策 TCL多媒体与乐视网去年年底 是公布了深度的战略合作 集团就公布 双方在互联网业务 新产品联合开发 以及供应链合同方面 都具有合作的内容 集团就指出 以与乐视网积极的制定了 开关机广告的联合营运的合作 计划搭载TV加智能电视平台的 活跃终端中 发展试点 在未来的三至六个月 是完成技术升级 以及落实服务的模式 集团就预计 双方的智能电视终端广告收益 以及每用户平均收入 渴望有着显著的提升 另外 集团将与乐视网 联合开发55寸及65寸的 曲面电视新产品 以及计划增加55寸及43寸等 关键产品 由集团供获的比例 预计今年的第二季度期 订单量会显著的提升 集团就表示 联合工作小组也正在积极地探讨 其他的项目 事实的时候会向外部进行公布 阿里健康与国药健康在线 共同式宣布 向公众式免费的开放 寻药的平台 以帮助患病者以及家属 在透明可靠的渠道上 是寻找到所惜的稀缺药品 其将是首个 非盈利性质的公共寻药平台 阿里健康高级产品的总监张亮就表示 试次阿里健康和国药的在线合作 国药在线在政策许可和信息安全的范围之内 为寻药平台是提供药品的数据信息 阿里健康则提供技术平台的支持 共同的是建立一个便捷快速的公益寻药系统 而根据后期用户的意见 不排除考虑在阿里健康开设寻药网友自助平台 为用户是带来更多找药的信息相关渠道 万科子公司万科置业海外周三就表示 由于未能与母公司就收购其在香港 一项发展中物业权益式达成任何的协议 公司就决定现实是不会进行该项收购 并拟更改此前进行供股所筹的资金用途 万科置业海外去年6月就宣布进行2比1的供股 来筹资于10亿港元 资金并拟用于向万科收购其在香港湾仔区 一项发展中物业之中的权益 公司就发出了声明表示 订阅各方就该项收购的建议条款 以及条件友好协商之后 也无签例任何的正式法文 故公司决定现实不会落实进行相关的收购 而至于公司供股所得的10.32亿港元的进额 其中3.23亿港元将会用于偿还一项贷款融资 余额则拨发做适当时候收购其他的物业 而万科置业海外为万科通过在港买窍上市的公司 主要是从事香港以及海外的房地产的相关投资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看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16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于有几阵的正欲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